先投一下Ken哥來問我 Rex如果我想學Elgo 難不難呢 我反而問他 Ken哥你懂不懂用家裡的微波爐 教一下時間 當時他的答案是 我不懂的 我問他為什麼不懂呢 有什麼難呢 他說當然不是很難 除非就被人教 被人教可能十秒八秒 就懂了 如果第二個方法 你叫他看說明書 就兩個小時 這就是他的難處 其實 有很多東西 不是難不難 只是你去不去學 好 我們先不說過 今天想跟大家去講一下 一個小小的Price Section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 Price Section 如果複雜的我不多說 如果你說我想寫一下Ken哥的Price Section 這樣 那是不是不行呢 都不是不行的 都是可以寫到的 但是相對來說 時間可能會長一點點 如果你自己看書 逐步逐步的去學 那就可能 例如48個小時 或者是 如果你工作忙一點 可能一兩個月 應該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 有人教的話 當然就會比較順利一點 或者是有些Skills 在裡面 那其實呢 就 我相信 十二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之內 其實都可以簡單地 從一個Trading Idea 把它變成一個好 我們今天說的一個Price Section 就是 有很多人都喜歡炒這個 前高前低 前高前低 就很多個不同的版本 我們今天就來個BB班的 簡單一點的 真的簡單地 就譬如說 20至8的前高前低 這樣 這個20至8 這樣 這個 紅色線這個位 當然是前高 那如果 Price 破了前高 我們就追渣 渣上 如果破了前低的話 我們就 追渡 那其實 這個 就 有多難呢 或者在Multi chart裡面 應該怎麼做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哇 但是你說 整個數字 英文字 看不明白 怎麼搞啊 這樣呢 就 不要嚇到 OK 那我們就 不看那麼多東西 好嗎 我們首先 就看回 一些簡單的東西 那如果你說 即是 L稿 對著這個script 哇 我要 懂些什麼啊 其實 那 甚至是Ken哥 他剛才都問我 喂 這個script 怎麼搞啊 對著那麼多東西 我問回他 喂 Ken哥 那 你 基本 英文 疊疊 ABC 疊疊 這些 首先 Close Stop Buy Next Sale 如果你是沒有問題 OK 那就沒有問題 OK 那 If then 這些 我相信大家 應該 問題到不大 OK 那 第二樣 就是 你懂不懂 Trading 對 如果你不懂得炒東西的話 這裡 我就 我都幫你不到 如果你真的 完全不懂得炒東西 沒有一些 Trading idea 那 elgo未必是 很適合你 但是 你就一定要知道 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本身是懂得 Trading 我假設了 你已經懂了 OK 又或者是 你想做一些 Back test OK 那你就一定要懂 elgo OK 因為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 成功的Trader 是沒有人不Back test OK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script 其實就好像剛剛這樣說 20之bar 前高 那我們用highest high 去代表 20 我們在highest high 20這個位置 就會等一個stop盤 OK 什麼stop呢 就是buy stop 另外 在sale方面 我們也會等一個 lowest low 20的stop盤 如果一個這麼簡單的 Strategy 究竟 這麼久以來 在市場上 它的表現是怎樣 我們可以看看 很快地 它就做了一個 簡單的Back test 出來 OK 這個就是它 這麼多年的一些 Performance Trading上面的Performance 我們可以看看它的Report 原來 原來 這麼簡單的一個 BB班的Price Action 在這麼多年來 都是 不要說賺很多錢 但是都是正回報的 OK 但是大家會看到這些位置 那些我們所謂的drawdown 又或者曾經輸的錢 就會比較多些 OK 那有很多人就會想一些方法 我怎樣可以 filter走一些noise 又或者 fine tune一下我的Strategy 其實有很多人都喜歡用 EMA的 OK 那EMA的好處在哪裏呢 就是 它可以看回 一個長一點的time frame 因為其實我們看20支bar 都是一個相對短一點的time frame 好 那如果我們加一條EMA去做的話 那效果又會怎樣呢 那我們看回這個script 首先呢 我們就要 就是 告訴這個multi chart 這個EMA是什麼 OK 那我們呢 就會設定了兩樣東西 一個叫 upper bound 一個叫 lower bound 那 它們分別呢 就會是 這個x average 在multi chart裡面 其實它是EMA OK 那我們就 200支bar的EMA 200支bar的high的EMA 和200支bar的low的EMA 那我們呢 就把它變成一個 upper bound 和一個lower bound OK 那跟著呢 我們就會把這兩個bounds 去做一個condition 那如果那個架呢 是在upper bound上面 那呢 我們先會做剛剛 破前高 就追渣的動作 OK 那如果那個 架呢 是在low bound 下面呢 那我們才會做這個追顧的 OK 那又 如果 在這個 這樣的結合上面 即是 multi chart幫我們去做了一個 簡單的兩個condition加起來 那效果又會怎樣呢 那其實大家剛剛 如果還記得 這個 report的圖 那這個呢 就會是 剛才我們改良了 或者加了一個filter的圖 那你會看到 這個位置呢 drop的位置是比較少一點的 OK 那這裏呢 也會比較drop的少了 而且整條curve 應該是會smooth了一點的 那呢 就會比較順一點這樣去上 那透過一個這麼簡單的 strategy 其實大家就可以看到 如果 我要用 Multi chart 去做一個L稿的話 那究竟 那個難處 是不是 十分之大呢 那大家就可以 去看一看 就好像 在很多年前 有誰 有誰 懂 TCP IP 即 Zrouter 那時候 頭腦都大了 一聽到就 但現在 你找個 年輕人 或者 阿公阿婆 他們 都沒有問題 這些東西 即 有WiFi Password 現在每個人都懂 因為 科技進步了 那我們呢 都 Multi chart 也是同樣的道理 它也會幫我們 可以很快 或者很簡易 去把L稿上手 那 今天就 說到這裏 好幾呢 OK